3月2日晚間在西雅圖頂峰海鮮酒家,舉行了2014年農聯西雅圖支會出現。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領橋處主任黃一鳴、 副主任黃坤向現場勁巴喬社代表送上新春祝福, 同時肯定了新上任的翠聖工商會總理劉元凱和美洲翠聖工商會西雅圖支會會長黃一鳴, 以及現場橋嶺為促進中美關係友好發展所做的努力。 活動商黃一鳴主任也帶來好消息,表示3月31日開始, 中美航班將增加至每星期一百八,現場民眾對此步以熱烈掌聲。 在此也有一個消息向大家報告, 那就是從3月31日起,中美之間的直行要達到一百多, 相信可以進步遍佈兩國人民的網路。 當日,超過8名西雅圖喬社代表歡聚一堂, 在熱鬧的同鼓聲和銳龍飛舞的氣氣氣氛中, 活動拉開序幕, 最聖工商會西雅圖支會會長黃一鳴, 先支持歡迎大家的到來。 歡迎十九歲, 笑語迎新年。 在這裡, 我代表西雅圖最聖工商支會, 對大家的到來, 表示熱烈的歡迎。 並祝大家龍年大吉,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他表示, 美洲翠聖工商會成立一百五十七年以來, 在幾代翠聖的努力下, 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績。 今後, 西雅圖支會將繼續傳承翠聖精神, 爭取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 為中美兩國共同繁榮做出努力。 有157年歷史的美洲翠聖工商總會, 在我們的先年和我們養老團的領導下, 總會和八個智慧, 不斷的成長和發展, 成為了橋市, 支持我們組織國的一願持續。 早在五十年前, 我們的先年就已經通過了, 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議案。 比起, 1979年1月1月, 中美的建交還早了七年。 美中翠聖工會也是第一個掛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傳統僑場。 總會總經理劉元凱表示, 春宴是美洲翠聖工商會農年的第一場活動, 亦是他上任該會總理以來的第一場春宴。 該會作為第一個在海外高舉中國國旗的橋團, 過去八年一直頂時促進, 還沒有好發展的宗旨, 在前輩的努力、 港大會員團結一致的協助下, 該會不斷發展壯大。 劉元凱強調, 翠聖工商會一定會在創會中止的指引下, 建設成為最團結、最和諧的工商會。 黃一鳴主任是致詞中, 首先代表總領館向國偉橋包致以節日問候。 他強調, 自中美建交以來, 在海外橋嶺的帶領客中國各種傳統文化影響著美國各種裔, 已經成為當地主流特色文化之一。 這亦象徵著中美關係在交流融合中不斷向前發展。 今年是中美建交四十五中年, 四十五年來, 中美關係歷行風雨, 總體向前發展。 就才去年十一月, 也是你們很多人見證著, 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 歷史性的會晤達成了重要共識, 中美關係再一次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 中美兩國應該是攜手共進, 按照兩國人手的戰力引命, 相互尊重、和平共同、合作共贏, 讓金星山願景照進現實, 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和持續發展。 黃一鳴指出, 疫情之後, 中國共民前往美國旅遊消費增加, 提增了經濟信心。 信應需求從三月三十一日開始, 中美每星期往返直飛航班將增加至一百萬。 他希望兩國人民繼續多來往, 多溝通, 為中美關係健康發展坑實基礎。 最後, 由世雅圖治會副會長黎碧輝自答謝池, 並向現場來賓介紹了該會元老團主席慈雄胡夫婦, 元老中少爺方錦平、李士聰、朱樹榮, 美洲翠聖工商會副總理何偉明夫婦, 翠興園俱樂部主任高卓驅, 副主任馬朝鎮, 英文書記陳聯珠等人。 整個活動充滿了喜慶和團結的氣氛, 不僅展現了翠聖工商會的活力和影響力, 亦顯張了海外僑領對中美友好關係的重視和支持。